我们发现你开了很远的距离 已经快到我们最终这一边 西部的莫迪迪卡尔加尼罗这一站 周围还是有雪山 这个叫Kanmore 就是这一个小镇 离那个班福大概有半个多小时吧 然后我订这个房子 发现它是一个大的Lodge 你看到没 嗯 大的Lodge 出租 然后就可能有点类似于我们那种 买了一套公寓房 那个公寓房也租给酒店 然后酒店来出租那种感觉 嗯 上去吧 二楼 欢迎光临 我还送了一瓶酒 先看一下房子吧 二五天啊 刚才我的衣服怎么对呀 没事 来我们看一下房子 这个是它的客厅 它有个二楼 嗯 这个房子呢 这是什么 厕所 卧室在上面 我这样的布朗还得往上翻 我再扔头下就好 我再扔头下就好 这是个小的洗手机 嗯 这边去一个卧室 嗯 它倒是挺就是小巧的 把洗衣机和烘干机 哈哈哈哈 没地方放放在了这儿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烘干机挺好用的 很快 第一次见这样的 这是第一次见这样的 就是这种现代 和古朴风相结合 卧室里放洗衣机啊 你们摔这个啊 好你们摔这个吧 那往那儿走 这是下的 嗯 宽 开一点 这边这个马路 那风景还是可以的 嗯 不然哪里都是这样的风景 连马路 它已经炒了还送了两范儿塞 嗯 真的啊 嗯 这么细心 细一点也不炒 你看那个 它还放了个非洲谷 哦 跟我们非洲买的一样 好热 对 好 都玩了 看 是啊 哦是中国人啊 嗯 中国和老外啊 然后 这边也不一定是中国 哦 这边 我们最近也是看到一些 阿姨来这边就是玩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 阿姨来的多中国的 然后还有就是 韩国的年轻人 也不是特别年轻 稍微就是 嗯 但是相应来说 中国的旅游团并不多 因为它都还是英文解说 没有不像新西兰都配中文解说 我们觉得好玩的是这个白叶窗 嗯 就你通常在家看到白叶窗的时候 你很想会说 我用手用它 很难受 我现在一看到白叶窗 我心里就有种难受 不知道该拉拉的 对就不能换 但是这个 这个很便捷 你就觉得这不可能发生 它会掉下来的 但是它就过进去了 特别好玩 你得意了 这和史丰琴一样 对 它是完全 不知道有没有卖的 如果有卖的 我家里我一定要装这种 太方便了 我们家是白叶窗 但是就拉坏了 对 然后这种你就会觉得 嗯 这个好方便嘛 就和想象的一模一样 它控制的好不好 这样 好啊 你就轻轻一号 这个高度 对 这个高度 很好控制 很好控制 你看 多少高度都可以 对 这个如果说 谁要做这个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去你工厂装 拍一拍 我觉得挺好的 哎 我们吃晚餐了 通常都八九点才吃晚餐 但是这边比较 但是还很亮 很当地的一款辣酱 现在是几点了 现在是晚上的 八点二十 但是外面的天 还是这么的亮 八点二十还是这么的亮 然后我们准备了晚餐 对啊 这是很当地的 我们买的 这是什么什么辣酱 很北米的一款辣酱 叫什么米子 特巴斯克 嗯 很多地方 好吃吗 嗯 挺好吃的 这个吃生蚝的时候 附加上挺好吃的 哦 吃披萨也可以发 什么都可以发 就那个味儿 跟普通还变 尝一下就知道了 尝一下就知道了 没法说 还做了什么 面条 还有这个 我们买了那个午餐肉 但这个午餐肉的味道 没有果然好吃 嗯 午餐肉炒烤吗 打开了吗 吃烤吧 没有 帮我打开了 有没有喝的 这个辣 有 有 也有饮料 有 肥仔快乐吃 嗯 真的啊 肥仔 嗯 我的 肥仔快乐喝的 在冰箱 那个没夹 这个 现在几点了啊 10点了 8点 现在8点48晚上 我们吃完饭了 看着极限挑战 你吃到这边了 你看看下麦米根本没有黑 昨天我10点钟看外面 就是没有黑透那种 所以每天过都不知道几点 现在是半晚时分 半晚又灯打开 每个人都在各司其职 小胖子在烤素材 我和小雪要制作 甜甜 是不是很激动 朗姆酒 水果冰淇淋 这超厉害 先告诉大家一下 在北美这边 买哈根杂斯多少钱吧 这个 5点 这个5点 5点 5点多少 诶 那个 那个 那些在哪里 单子在 5.99 5.99 看一下 好美味的 我跟他 这儿睡少了 我跟他疯了 放桌上 没事 不要紧 好 我们开始做了 这是已经准备好的草莓 这个 美国的这边的草莓 硬硬的 硬硬的 而且呢 中间还是空心的 没有那个冰淇淋球的 还行是甜的 甜的 好够了 再来 人家都是给那种 哦 对不起 满满的 加入水果 我这里面有酒 我要用酒 充分的混合一下 这什么 草莓 葡萄酒 冰淇淋 自己做了吗 对 超厉害 还挺好吃的 要混合那个葡萄酒和草莓 好吃吗 好吃好吃 是芒果吃辣的吗 芒果里面也有 你可以加芒果 我切了一半 好 什么新秘密武器啊 这个稳定器 是云的 我本来昨晚想用来拍星空 结果昨晚多云 没有星空 因为我们今天就要离开山区 要去城市 就是卡尔加里了 所以我就想昨晚拍 但是没拍成功 等下次早之后 观众一直说我们的视频拍的抖 对啊 所以呢 终于有厂商看不下去了 呵呵 今天我们怎么 今天我们去班福公园 然后我们洛西山脉这一部分的行程 就解释了 如果卡尔加里我们待三天之后 我们就要可以蒙成铁 就离开西部进去了 哎 最恨这种 呵呵 恨这种短的 真的好烦的一个小孩 他的车抬到旁边 都是偷车子的 哈哈哈 你抬到一半的时候 你觉得还不如抬到车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就是加拿大班福的停车场 给大家展示一下 班福正化主持的情况 嗯 看他们停车一般都怎么停的 就爱客厅 哈哈哈哈 大多数都是 呃就是要么偷朝内 要么就偷朝外 呵呵 呵呵 还得横着停 呵呵呵呵呵 全老爸知道你这么好吗 这这开这个车窗 你车里没东西吧 没东西就好 车也开不走 你偷了之后 不敢偷车呀 赔个新的还 办公司给你赔个新的 你忘了在新加坡呢 忘了西西兰了 这班福Center是班福镇上一座 陈列艺术品的文化中心 也会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他因为这里 他因为这里的班福中心 继续学院出名 继宿学院 继续学院 就是成人教育 继续啊 go on 对continual education 就是成人教育 嗯 这儿出名的 哦 直接翻了英文 嗯 没了 那去看一下吧 走 去看看成人教育 哈哈哈 你这车子怎么这么奇怪 他在看我们 你给他点东西吃他就过来了 看我们吗 他等着过马路吧 等等 我这儿是一个 这个活动啊 这个活动啊 哇 这个家耶 地动 哈哈哈 哈哈哈 一上门了刚才 说什么说 不知道呀 搜索怎么会把地动啊 搜索怎么会把地动啊 排表 对 活动的 今天5月几个啊 今天5月20日 没有活动 昨天有一个 昨天往前 昨天是这个 那我们完全错过了 26号上 26号 没有 一直到30号才有下一个 所以是个正常的艺术中心 看上去装修的还挺好的 ATM机都关了 你看 ATM机都关了 它可能只在营运的时候才开吧 We got each other